今天的政治十八可以說是政治娛樂化或者娛樂政治化的縮影 就是三個中文字 紙牌屋 即House of Class的第五季 Season 5我們都在此再次提醒你 如果你不想有劇透的話 那你現在就不要再看了 我們在此再次提醒大家 不過我不會把最後一集的大結局的計劃爆出來 但也有關鍵的位置 如果你想自己追就自己看 紙牌屋我已經一次過播了十三集在Netflix 當然是未出碟 很多人都說這一季很難捱很難捱很難捱 為什麼呢 包括主角Frank Underwood 即Kevin Spacey 他自己接受訪問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紙牌屋第五季很難捱 因為現實世界的政治環境比我們更刺激 現實世界的美國總統比我更瘋狂 我飾演的美國總統 那些人都會覺得 你也不夠現實那麼瘋狂 你也不夠現實那麼厲害 當然他也說 反過來就可以看看 其實原來稍為正常一點的情況是怎樣的 的確特朗普是比Frank Underwood更瘋狂 也有些很瘋狂的想法在裡面 譬如一開始美國總統沒有被邀請 就自己殺了國會 你可以想像一下 梁振英剛剛去完立法會 但是梁振英也要立法會邀請他 他也要下去 也要跟回立法會的規矩 現在的情況是梁振英沒有被立法會招請 自己殺入立法會 原來只要他帶著某個國會議員的張子坐在那裡 然後就上演講台說話 然後那些人聽他 議會一片混亂 然後議會的議事長 就說總統你不能再說話 總統Franc Underwood說 我不管你我繼續說 一直在說一直在說 直到要找兩個議會警察 夾總統出去 你想想其實挺誇張的 平時你見到是夾長褲出來 現在是夾梁振英出去 非常戲劇性 但是之後開始第二、第三、四、五集 是有些相當難捱的 因為前文提要 如果你看到第四季的尾 已經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各自找了一個 總統選舉的參選人大戰 上次還未選美國總統 希拉里對特朗普劇情去到那裡 現在已經選了出來 現在還要追回那一段 有點難搞的 於是乎也是匆匆帶過了 幾集之後帶過了 選了出來的結果 都好像美國那樣 就差不多是deadlock 即是五十五十的 結果還什麼呢 結果就說因為有很多的州份 就有官司 所以票商開了之後 或者有些票商不給開 於是有好幾個州份 是不知道選舉結果 於是去到一月二十號 即是美國總統應該宣誓就職 都沒有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 神經病 開不了鼓 不知道誰做總統 原來美國的憲法有度過 如果你不知道選舉結果未能確定 就由副總統 在這套劇裡 就是男主角 Kelvin Spacey 飾演的Frank Underwood的太太 就是Mrs. Underwood 就是Robin Wright 他就代任總統 直至到國會 決定誰做到總統為止 就是瘋到這樣 因為現實世界太瘋了 他唯有找一條更瘋的計劃 於是劇情 一轉轉到美國總統的夫人 亦是副總統 即是處任美國總統 這套劇就繼續下去 這季由第五、第六集開始 基本上他把最收得 頭兩季的主要劇情 放下去 可想而知 第一、第二季最誇張 就是有些你以為他氣氛很重的人 會死 今次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止死一個 至於死誰 就是你自己熬 另外我覺得他有一條大招 就是Franc Underwood 即是男主角的老婆 簡單來說是女主角 女主角承摩之路 而他承摩之路有很多事情 跟男主角承摩之路 是對照的 很多事情是很相似的 於是你會看到很多劇情 好像是第一、第二季的翻版 不過就濃縮了一、半季之內 就給你看了 這裏其實是有點悶的 所以我們覺得那裏不夠理想 很多人看完就覺得你後半季不行 再加上美國和蘇聯的爭拗 坦白說我覺得美國和前蘇聯 或者現在俄羅斯的爭拗 的確不夠現在特朗普和普京的關係 來得精彩 所以後半季真的有點難捱 如果大家是粉絲的話 你當然會看下去 否則的話 基本上就是看看一個女主角 變成男主角 究竟編劇如何鋪排 至於這些拍攝手法 其實有少許改變 譬如多了很多蒙鏡 交代劇情 好像世界越來越灰暗 很多事情混淆了 如果你真的喜歡 紙牌屋的拍攝手法 燈光的話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次多了一些嘗試 已經拍了四季 在第五季都加了一些新的拍攝手法 下去了